PS5系统固件又更新了 进入设定 系统软件更新和设定 出现有可使用的更新 使用互联网更新 右侧这个二维码是看更新日志的 可以用手机扫描一下 目前最新版本24.050960.00 第一个你可以通过共享连接区URL 什么这个那个那个跟咱们没关系 第二个与云命令现在支持通过这也没关系 第三个跟咱们有点关系 我们改进了系统软件性能和稳定性 我们更新了一些Dorsens手柄控制器的设备软件 以提高稳定性 应该是PS5手柄的固件驱动更新了 最后一个我们改进了某些屏幕上消息和可用性 应该是UI提示有一些变化 上一个版本是24.04 现在是24.05算是小更新 点击码下面的更新 我这台PS5是国行的老版的光驱版 是2021年1月买的 一直保持更新 像PS5的系统更新是不影响备份的 不用重新备份 也不影响保修 PS5系统软件每次更新的大小不一样 有的时候一个季 有的时候多一些 现在是7月23号4点48分下午 这时候估计下载的人少 所以说下载速度比较快 现在更新完了 我们看一下港幅 商店没问题 可以正常浏览 我们再测试一个会员游戏 这个FC24是上次汇免游戏 没问题 没问题 我先升级完了 你们随意